彰化的家暴男 他涉嫌对妻子跟妻子 施虐遭到的收压 但整个事件呢 这个恐怖的暴男 他是不是呢 因为虐了母子之后 连警察都在怕他们吗 是因为他背后的家族势力 非常的庞大 为什么呢 父亲曾经是相待 他的叔叔还是前副议长 好 来看到整个事件 其实呢 从在今年的1月跟3月的时候 就施暴了 7月28号的时候呢 首次的通报 但是警察看一看 就离开 而这个妻子说 其实他今年7月 向警方报案的时候 当时他把丈夫呢 反锁在门外 正要冲出门去求救时 警车就从他面前 眼睁睁地离开 他公诉警方的处理态度 很消极 而对此呢 警方是公布了密录器 强调说 当时呢 是待了5分钟的时间 由于呢 有交通案件得要处理 所以才会离开 但是也对于 受理的远警陈楚 一个人记得身件 两个人记得列警 远警到民宅外头 但大门紧闭 眼前打赤膊的人 就是张化家暴男 他的妻子报案 却不接人影 这是今年7月28号 远警货报到场的画面 报案女子 长期被丈夫失报 警方公布密录器 一强调当时按了门铃打电话 都没看到暴力男的妻子 待了5分钟才离开 但被害人有话要说 房门反锁起来 我去搬床板 堵在房间的门口 被害人指控 当时把丈夫反锁在门外 远警一抵达 他忙着把床板搬走 冲出门时 警方却已经离开 更无法理解 第一时间警方先打给 丈夫的朋友来帮忙 怒控丈夫的叔叔 疑似是当地已故前议长 家族势力庞大 没人敢替他发声 眼睁睁地看着警察车 从我面前开走 我还冲到大马路上 去对警察招手 到场查看5分钟之后 因为接到交通的事故 离开了现场 警方指出 针对处理流程疏失 已经对受理的远警惩处 一人寄生戒 两人猎击 另外暴力男还被指控 疑似虐死5只猫咪 动物防疫所 接获通报将进行调查 虽然目前仍被收押禁见 但黑历史被挖出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记者陈胜伟 韩志欣王百英 张华次方报道 在南投浦里 发生了幼童坠楼的意外 昨天晚间6点多 有一处社区大楼的4楼 突然有一个2岁男童 从窗户 坠落到了1、2楼的遮雨棚 把这个遮雨棚 都刚看到撞了一个大洞 接着南投又掉到了 一楼的地面 救人员到现场的时候 这个南投不停地嚎啕大哭 送到医院检查发现 他的脾脏破裂 颅内出血 转院治疗 还好是没有生命的危险 但是呢 孩子的爸妈 明显地疏于照顾 所以现在社劳处 也介入调查 救护车抵达事故现场 家属心急地抱着小南投 气氛紧张 小南投嚎啕大哭 因为不久前 他竟然从住家4楼坠落 全身是血 救护人员不停安抚南投 紧急把人送医 患者一路哭闹 因为患者才2岁 而无法沟通表示 意外发生的大楼 遮雨棚被撞破一个大洞 家住在南投埔里的2岁男童 5号晚间6点多 突然从4楼住家坠落 先调到1 2楼间的遮雨棚 接着跌到1楼地面 邻居吓坏 立刻打119求救 救护人员到场时 南投手脚擦伤 不停哭闹 送医检查发现皮脏破裂 颅内出血 紧急转越治疗 小南投好端端的 怎么会意外坠落 根据了解 南投爸爸是长途在货司机 时常不在家 孩子都是由妈妈单独照顾 当6岁的额少独留的话 对于这些父母亲 会做相关的性质教育 涉劳处调查认定 家长属于照顾 得接受辅导4到50个小时 幼童小小的身躯 从4楼坠落 没生命危险 已经是不信众的大戏 记者曾伟祥 许玉文 王百一 南投赛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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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